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德国 法国 开盘的涨幅都有接近 两个百分点的一个反弹 当然这个英国托事件 我们就有72小时来做观察 为什么这么说 假如跟2008年 雷曼兄弟危机来做比较的话 雷曼兄弟很像是 急性的心经梗塞 像心脏病瞬间死亡 所以使得市场上措手不及 而这一次英国托 这个有点像慢性病 可能肿风 可能是cancer 可是事实上 他并不是马上死亡 所以这个两件的长期影响 等到50年后可能是一样的 可是对于金融市场反应 可能变化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我们在昨天节目 特别提到 这个再观察一下 到底全球金融市场 会不会真如股灾的爆发 像雷曼兄弟一样 那本质不一样 一个是急性 一个是慢性 但我们还是要观察 因为今天晚上 是欧盟27个会员国 跟英国首相卡麦隆的一个会议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先从全球的媒体做观察化 似乎欧盟的态度是比较果断的 希望尽数能够解决英国脱的 法律跟程序的争议 那我们今天要做观察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 这些大陆股市拉尾盘 更重要是这两天 大陆的期货市场 原物料市场再度的热爆 从农产品到化工 全面性的一个大喷出 包括我们看到 观众朋友比较熟悉的 像聚比锡 这个PP 连续两天涨停板 包括我们看到豆博 菜博 棉花 连续两天出现大涨 甚至涨停板的发展 所以这一波农产品 跟化工期货的喷出 到底背景为何 而会对于台北股市 有什么样的联动效果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人币中间价 在今天再度出现了 在昨天再度出现大幅下调 那人币的重点 跟今天入股的拉尾盘 跟大陆商品期货的火爆喷出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特别请教四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教是 台大哲学学教授 院举正 院教授 好 第二位请教 资深财技记者丁万民 好 第三位请教 我们这个财经布洛克达人 这个坦克爷 好 第三位我们请教 这个坦克爷叫孙英廷 他基本上也是分医师 其实我们叫坦克爷 大家比较好记 因为他的身材很像坦克 然后他在市场上 特别对于大中华市场的研究 也是像坦克一样 所以坦克爷你比较好记 加上路上你叫坦克爷 因为孙英廷名字太文组组了 这跟唐伯虎同等级 坦克爷比较好记 所以坦克爷是分医师 有机会我们再介绍他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英国脱欧的发展 第一个我们看《金融时报》提到 梅克他说 英国请把握你的时间 但千万不要打电话给我们 就是麻烦你们英国 赶快做出相后 这个后续的法律跟程序动作 但你不要打电话来烦我们 这很讨厌 好 另外德国的民进中刊 他提到了 到底是欧洲知识 还是欧洲新生 我们昨天题目就特别提到 到底英国脱欧 大家都认为是个悲剧 可是有没有可能 从这个悲剧当中 变成加快欧洲一体化的过程 那德国的民进中刊 就用德国知识跟欧洲新生 欧洲知识跟欧洲新生 来做最新的报道 那另外我们看到 英国卫报提到 欧盟呼吁本周 启动英国的退欧程序 所以目前看起来今天晚上 这个欧盟在布鲁塞尔的 这个27国会员国 加英国的会议当中 我们就要做进行的观察 但目前我们看到 在这个会议之前 先把核心抓出来 关于领导跟管理不一样 郭台铭常提到 管理好学 可是领导是天分 所以怎么筹建一个领导班 很重要 我们回想1989年 当北京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邓小平第一件事情 把五个政治局委员抓过来 你们五个有没有意见 我们五个不乱 中国就不会乱 这个事情就可以好好解决 当领导结构稳定之后 这个事情好解决 那我们现在看到 欧盟到底是分裂还是再生 就关键于在有欧盟的领导结构 能不能重新产生 而且趋向共同性 共同性跟有共识性 好 我们看到三个出来了 包括法国的总统欧兰德 德国总理梅克 还有包括伦奇 在昨天三人小组 先进行欧盟的领导跟领导峰会 他们三个人 现在成为欧盟最新的 核心的领导架构 那昨天在布里塞尔 在昨天在这个柏林奖 开完会之后 今天要在布里塞尔 开欧盟的会议 那讲到哪些呢 第一个 欧盟不会跟英国进行任何的谈判 欧盟立场非常凶 那根据理事本条约的第五十款 明确规定 那希望要退出欧盟的会员国 赶快投资欧盟理事会 那另外三位领导人一致同意 在不与英国进行任何谈判过程当中 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法律动作 那这等待英国的一个发展 另外还说欧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英国赶快拖一拖 我们还要打击恐怖主义 打击加强偏禁管制 针对难民问题 跟中国协商干嘛 你们英国要干嘛 就赶快干嘛吧 基本上昨天这个三个欧洲新的 这个领导核心的共识 对英国态度是不是非常非常强烈 但我们注意到 昨天欧洲的金融股仍然进行大屠杀 过去两日的跌幅 我们来做一个观察 其实这一次英国脱欧 对于欧洲银行股 两天对于银行类股 大概跌幅是高达2% 这个跌幅是远远超过 欧债危机爆发 跟雷曼兄弟事件 甚至比之前LTCM的 这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 这个金融风暴都来得大 所以基本上就是史上 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 金融股的崩跌发展 我要想要是来做观察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除了欧洲银行股的 一个暴跌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看 理事本条约第50条 因为事实上我们常讲 结婚要找牧师 离婚要找律师 那现在英国跟欧盟关系 已经不是结婚 所以牧师就要去罢工了 现在找律师 那律师的一个法条 就来自于理事本条约第50条 在整个欧盟一体化过程当中 只有这边有如何离婚的要求 第一个任何成员国 可以按照本国会员国的宪法 来决定退出欧盟的一个决策 第二个脱欧必须要投资欧洲理事会 提出退出条件跟未来的关系 那这个提出完之后 再经过新的欧洲议会 来进行多数表结 那另外就是通知欧洲理事会之后 脱欧的协商期节 情节是两年的时间 那经理事会同意后可以再做延长 那另外是不得参与欧洲理事会 还有欧洲理事会的部长级的会议讨论 跟决策 那假如离了婚想要反悔 那请看前夜第49条 我要请教育老师做观察 从昨天这个三大巨头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对于英国态度 基本上就是慢总不受 越快越好 赶快去找律师吧 您的观察 对 这个欧洲人是讲法律的 这个理事本条约的话 在通过的那个时间 就叫做欧洲宪法 是 这个欧洲宪法 对 基本上是欧洲宪法的这个格局 然后要各国要有一个认证的过程 那么大家分开各自认同 有些人不认同 然后再停下来 然后再重新一代代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爱尔兰 荷兰 他们都有成绩一度不认同 然后修改一些条文就认同了 在制定了理事本条约的时候 也就是欧洲宪法的时候 当时根本没有想到 有人会脱欧了 对 所以这个条约第50条 写得非常非常含混 其中最含混的地方的话 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脱欧的国家的话 他可以预先提出来 他基于什么条件 他要脱欧 所以说有让他有反悔的可能 然后第二个的话 他协商期间是两年 但这两年还可以经过 这个理事会同意后 再延长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脱欧以后 他前面一条 显得是如果你离开以后 还可以怎么样再回来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模糊 不清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是第一次的关系 所以大家现在发觉 英国本身 他现在动了这一条的时候 那么他所产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国内目前为止 是一个领导的真空状态 因为柯范龙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这么大的问题 我没办法做主 他请迟了 请迟待命 对吧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这个 有关于涉及国家的这个问题 另外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英国本身是按惯例的 英国是没有宪法的 他是君主立宪的国家 英国五年改选一次 都是他们的惯例 英国没有说什么 The Constitution of UK 没有这个东西 真的 他因为一个亡国 到现在为止的话 基本上都是整个民主的摇篮 按照情况做的 所以说他现在设定的这个 国民票决叫Referendum 他的地位 他的位阶 就是相当于全体人民做的决策 然后那个女王本身的话 也仅仅只有遵循的一个态度 所以对于英国来讲 这是最高的法律上的位阶 那不得不遵守 但是他明明是一个跟英国之间 简直是在他们前途上 很多人 至少有一半的人的话 就没有办法想象中 这个通过所代表的含义 那也基于这种情况 目前为止 欧洲地区的话 有两件事情 他们已经渐渐意识到了 首先第一个 就绝对不能拖 因为欧洲本身来讲的话 它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一开始拿伦敦 当成财经中心的主要理由 是因为伦敦 用英文的关系 再加上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伦敦本身是一个 介于欧洲跟美国之间的桥梁 所以银行在那边的 铺险率特别高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英国本身 现在在欧洲内居住的 有200万公民 其中有35%住在西班牙养老 这些人怎么办 还有另外倒过来 有300万的欧洲公民 住在英国 那这些人怎么办 所以这些问题的话 就是让他们来讲的话 据传闻 这个协商的过程 恐怕十年都弄不清楚 对 这很麻烦 可是我讲述老师 因为我刚刚举一开始破题 因为雷曼兄弟的破产 就像那种急性的心肌梗栽 倒了可能就不回来 就马上可能去面见祖怀 事实上所以雷曼兄弟的破产 基本上是意料之中 但他的反应是意料之外 而且无可挽回 就是破产了 可是英国脱欧 就很像是这种急性中风 或是cancer 这个治疗跟化疗的过程 是非常痛苦的 甚至会产生一些正面 或负面的 附加的一些成本或利益 所以这事情会拉很长 今天市场反应 从礼拜二开始 全球开始反弹了 似乎见证或认识到 这不是雷曼兄弟破产 这是一个比雷曼兄弟破产 可能更为痛苦的过程 可是它是长期的 短期可能会出现反弹 我们怎么解决 这个过程到底会多痛苦 您的观察 还是多快乐 这个区别就好像是 一个是中风 另外一个是糖尿病 对 最后的话 他们大概都同一天死了 但是这个过程很不一样 我个人是觉得 雷曼兄弟的倒闭 其实是改变了财经的历史了 因为美国是一个 自由开放的国家 因为雷曼兄弟一倒了以后 就突然冒出一个 大道不能倒的名词 救了很多剩下其他银行 因为美国自己的力量 要来救一些银行 只能违背国家 立国的基础原则 但是救起来这些银行 其实并不难 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 在底特律那时候 有很多的美国三大汽车厂 的老板都坐了 自己的私人飞机去开会 被人家骂了一塌糊涂 但是基本上陆陆续续 只要政府愿意失出援手 也都是救得回来 因为经济体很大 可是现在这个 英国脱欧这个问题的话 它的情况就是 没人救 刚好相反 第一个也不想谁来救 谁有资格来救 有没有办法救 没有人知道这个坑德里 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整个战线拉长了以后 让人家会感觉到 在市场当中 因为你如果不是 急性病症的话 你就根本看不出来 它到底哪里有问题 那如果说是 我们家里买了一个东西 如果它死好死坏 一次就不能用了 那当然是一次就不能用 你找人来修 修到能用为止 如果说摸一摸又好了 然后再不摸又坏了 这种拖拖拉拉 弄到最后 你也不知道该换不该换 所以英国现在刚好 触动了市场中的一个 去害怕不确信的 一个因素在里头 那么再加上这个金融部分 还有股票市场的发展 它的含义都不太一样 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讲 我觉得拖得越长 对这个整体的市场发展的规模 越有压力了 好 我请教一下万民哥 因为我们看到 这种欧盟银行国股价 基本上是创下 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新低 到昨天为止 但今天反弹 这个破新低之后的反弹 基本上叫死猫跳 那我们也长期追踪 从德意志银行跟雷曼兄弟 这种倒数法的角度的关系 其实出现相当雷同的一个发展 甚至索斯在这边 几乎已经是证实了 他在之前放空了 一亿美元的德意志银行 换得了700万股的空单 所以基本上 索斯对于德意志银行的放空 是非常成功的 过去两天我们看到 从蓬勃的统计 全球金融市场的市值 蒸发了3.8兆 现在英国的问题 这个答案很重要 因为明天我要不要做脱欧 还要不要做英国 到底是一个急性病 还是慢性病 还是现在加工病房 趋于稳定 虽然可能没救 可是至少他没有短期 对于金融市场有命危 或字面伤害 您的观察 不管是急性病 慢性病 反正总是生病就对 所以现在欧盟的这些领导人 应该冷静下来 不要再像过去一辈的歇斯底里 追求欧盟的 或者欧洲的一体化 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认为 应该回归到历史上去看 就是欧洲的大陆的文化 它有个核心 就是建立在宗教 还有共同的地缘关系上 你看现在的欧盟 扣掉新脱离的英国 最东边到了黑海 然后最西边到了大西洋 我基本上认为这样就够了 再弄下去的话 欧盟自己会把自己给撑死 太大 太大了 第一个 你再向东的话 就已经到了这个东正教 在古时候来讲的话 是属于异教徒的世界 那是替自己找麻烦 往南就是土耳其了 将来会造成欧盟内部 更大的分歧 欧洲的统一的思想 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你看五世纪 希罗马帝国被灭亡以后 马上热曼人 就在今天的法国 建立了这个叫做法兰克帝国 法兰克帝国到西元九世纪初 西元八一就是814年 查理曼大帝的时候 达到一个巅峰 被罗马教皇撤封 罗马的监护人 跟天主教的保护者 这个奠定了他在欧盟 欧洲的统治核心的地位 后来这个法兰克帝国分裂了 就变成西法兰克 中法兰克 东法兰克 西法兰克就是现在我们的法国 中法兰克现在也是法国 以前叫做伯庚帝公国 东法兰克就是现在莱茵河流域 后来就研发成什么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就是把现在的法国给扣掉 主要包括伯庚帝一直到这个 就中东欧 对 差不多中东欧这个地方 现在的波兰附近 主要是以天主教的 奥地利兄 天主教的信仰范围为主 他的前提也是 也是要有罗马的教皇 册封你做罗马跟天主教的保护者 你这个就可以确立 你的这个统治地位跟合法性 但是基本上神圣罗马地位 有个特性 他有点像中国的3000年前的周朝 他的这个统治中心是非常松散的 有一大堆小诸侯混合在一起 都是把周朝当为天主 对 各自发展 这个你看我们孔子里面就讲 周朝强调对不对 这个礼乐制度 中法制度 当然那个时候强调 基督教的神圣性跟统治性 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被打破 这个是拿破仑 1805年拿破仑在三皇会战中 打败了神圣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 叫做法兰茨一世 跟俄罗斯亚历山大一世 组成的联军以后 神圣罗马帝国就是灭亡了 他底下这些小公国 全部被拿破仑纳为附庸 拿破仑自己还当莱茵帮连的护国公 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就看拿破仑的脸色 但是我刚跟你讲 法国人基本上是法兰克 热曼人一支跟高路人 这个混在一起的 其实他里面也是热曼人 所以整个历史的走向 其实离不开热曼的基本的精神 但是1815年这个华铁路战役 这个过后对不对 南华帝国迅速崩溃 崩溃没关系 1871年这个普派战争以后 德国人建立这个 德意志第二帝国 又再一次对不对 统一了这个欧洲 但是他统一的范围 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这块 脱不了这个范围 对 就是东到波兰 西到法国 北到这个所谓的丹麦 南就到北意大利地区 也就这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欧盟的统一大梦 不要再做下去了 所以英国本来是多的 英国本来就是多的 他到这边来以后 他也觉得 我根本跟你们就不是一国的 你知道吗 那你根本也不就不属于我的 我们都 英国人就过你英国的日子 欧洲人就过欧洲人的日子 大家相安无事 各自把自己体制健全起来 如果强纳英国进来的话 欧盟在内部永无宁日 同样的 他如果继续东扩下去的话 把我现在 他现在已经到克罗埃西亚 其实也就是当年 法兰克帝国统治最高峰的时候 的边界了 也不过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认清这个事实 这个包括地理性 宗教文化的因素的话 就不要再做其他的存球大梦 你还想继续东扩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万民哥的解读 从历史的角度 其实英国脱欧是一个必然性 它必然是个偶然发生 就是欧洲的统一 其实在历史的滚滚的洪流当中 从来没有英国 所以英国会意外的 在二战之后 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它是一个偶然 偶然就被雷打到 基本上那是一个意外事件 所以他的离开也是一个必然 所以在历史的必然当中 会不会引发欧洲更大的问题 还是我们这几天提到 关门注意到 这是欧洲共同体或欧盟 他们进一步重新团结 跟寻找新方向的机会 这我们特别做观察 好 今天我们还要观察到 是因为这个隔了72小时 似乎英国脱欧事件 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小 当然以华尔街的立场 还是吓死了 为什么因为整个英国跟欧洲 白人的事件当中出现了分裂 可是从中国东方角度 完全不一样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 人币再度重变 尤其人币汇价创建五年半的新低 而且人币的有效汇值数 创建了历史新低 新低 可是在人币重变的前提 跟环境之下 我们看到入股延续两天走高 另外我们看到商品市场 今天在大陆市场 开始出现火爆的喷出行情 怎么做一个观察解读 简直到马上再回来 好 我们看人币 人币的中间价在昨天 再度出现调降 就是贬值的发展 那中间价已经降到了 6.6528 这个调降 就是贬值了153个基点 那每一个基点 反正我们大家官方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变化的发展当中 就是这一段 基本上连续的贬值 而且是续创五年半新低 我们在三周之前 跟我们提醒到 特别是从这个中间价的表现 感觉出来 官方引导人币贬值的力量 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人币 一个是债案价 一个是离岸价 一个是这个中间价 这个当然这三个 有彼此的关系 可是我们讲简单 不精确的划分 离岸价就是海外对人币的态度 是供给多还是需求多 那战案价是国内的经济景况 对于人币的需求和供给的态度 而中间价是官方认为人币的供给跟需求态度 所以这三个价格到底谁是主动 谁是被动 官方打球就是寻求主动 金融游戏当中也寻求主动 什么叫主动 就是有内线就叫主动 因为你先发动 就是你有内线就叫主动 所以为什么主动跟被动那么重要 过去像去年 我们看几次的贬值 有时候是中间价引导的 有时候是离岸仁币离岛的 所以有时候是国际放空压力 有时候是官方做会赶 那这一次是中间价引导人币的连续贬值 所以官方有什么样的企图 官方我们就来做观察 好 我们先从CFETS人币的指数做观察 这个指数来到路透社最新的一个计算 来到95.23 跟去年8月11号81之前的105.65 其实这个贬值幅度已经超过10个percent 大概接近11个percent 所以我们看人币一年来 还不到一年 快一年了 近十个月贬幅 是将近一成 所以人币持续贬值 人币指数是透过贸易跟金融的加权 来算出一个更准确的人币的价值 因为刚刚那个人币贬值 这是人币对美元 对单一货币 可是人币有对日元 人币有对欧元 人币有对韩币 人币有对台币 所以依然只货币底下的时候 出现人币指数 就像现在的美元指数一样 不断的走低人币指数 那我们再往下做观察 这人币大跌 也要理论上在台湾过去的投资我急 台币升值 资金行情 台币贬值 外资撤退 可是这最近人币的贬值 第二 入股在今天向深圳指数 创下两个月新高 另外我们看到 今天大陆的商品市场 再度出现喷出 我就要回来跟官方报告 其实事实上人币值 会不会是我们之前有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梗 我跟大家讲个数字 大家知道房地产涨很凶对不对 过去这一年 从5月到去年5月 天津的房价涨了11% 广州的房价涨了18% 可是人民币对日元 变了12% 天津涨了11% 这都是percent 广州涨了18% 这是涨幅 其实有点丑 这是涨幅 可是人民币对日元 变了12% 也就是你用日元来看 天津的一个涨幅 要减12% 所以从日本人的逻辑 我们举日本观点 人民币的贬值 让过去大陆债务危机 房地产泡沫 从日元的角度 天津的房地产没有涨 还跌了1% 你懂意思了吗 甚至广州并没有火爆 因为18%减 人民币贬值12% 只是涨了6% 甚至我们看 中国70大城市 假如你用日元来换算的话 70大城市有60个 是持续大跌 甚至有少部分城市 跌幅超过两成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当中国内部泡沫 过大的时候 人民币的贬值 把这个泡沫给输出了 给转嫁了 用不同的货币来看 中国的物价 会有不同的答案 另外我们再讲一个数字 这是土地成本 就是我们讲的生产三要素 上海2016年的工资 今年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 最低工资是 2190块人民币 较2015年 涨了8.4% 关门 上海的工资 最低工资涨了8.4% 可是人民币对日元 变了12% 所以日本人来上海投资 他看到他用到的中国劳动力成本 不仅没有涨8% 甚至还跌了3% 关门 一同意说 好 第二个因素来了 从日元角度 第一个大陆房地产 没有泡沫 而且还大跌 中国的工资 不仅没有高涨 还下降 第三个 我们讲资金成本 中日的10年载的国家利差 大概在4%左右 可是又来了 人民币对日元 扁了12% 也就是日本企业来中国借人民币 来做投资 但是基本上利息支出成本扣掉之后 还赚8% 等于他的资金成本不涨反跌 好 独立成本也跌 劳动成本也跌 资金成本也跌 为什么 因为人民币重变 一个外部贬值的效果 导致内部升值的发展 谭科医我们就要观察 因为事实上 至少回来的重点 今天这个棉花再度喷出 涨停板 黄豆粉连续两天涨停 我们看台湾私密工很强 蔡博也是连续两天涨停 另外我们看今天比较强的 包括像化工类 今天现在开始往化工转移 像聚炳星 你看这一波涨势 外面有90度角往上喷出 包括了甲醇连续两天出现涨停板 我们再往下看 塑胶的期货 PVC 就台数男友专门做的 都是几乎涨停板的发展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不断怎么样的炒作 只要用人民币贬值的 这个镜头去看它 就不大了 变成一个外部贬值 内部升值的环境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坦克宜我们观察一下 从最近这两天 忽然大陆期货 从礼拜一开始的疯涨 你说陆股大涨 所以有深港通 应该这礼拜五就会宣布 可是大陆期货 怎么说来就来 这一次的飙涨 到底台湾同志人 要怎么去跟踪 要怎么去观察 怎么解读 好的 我们先看 其实人民币这一次 其实很明显 因为先前有人说 它的贬值是为了要 救它的出口 虽然官方否认 但是实质上有没有 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土地成本降低 劳动成本降低 资地成本降低 很多事情在中国 是只能做 不能说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想先前事光 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一个手段 过去有三种 第一个 它要做贸易结算的货币 简单来说 你做贸易的话 用人民币 用的人变多了 然后再来的话 是储备货币 就是说他加入SDR之后 这礼拜就大了 第一个 储备货币 新加坡把外汇存底 纳入人民币了 然后第一个 贸易结算货币 官方可能有注意到 因为台湾不关心 昨天大陆人民银行宣布 跟韩国的五大银行 直接做人民币 对韩元的直接交换 所以都等于说 直接开始了 所以其实它人民币的 国际化的过程 其实就剩下中间这一步 这一步是什么 我们来看叫投资货币 投资货币 从RQV的开放 再到护港通 现在大家最炒最热的 就是深港通 对 所以说其实简单说就是 你做生意要用到人民币 然后你钱存在银行 要用到人民币 现在要做 你投资要用到人民币 所以无数的环节 它要你 不要再用那么多美金了 开始用点人民币 我们人民币也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跟你讲说 几个现象我们来看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第一次跟大家说 在英国脱欧的观察 观察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观察的是 黄金跟白银 这是大陆 这个不是国际的期货 是大陆的 对 大陆的黄金 它每克 其实从200块附近 到280附近人民币 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当初跟大家讲的 像这个在白银的部分 也是呈现走强 这里的话 其实有一些联动的部分 因为我们上次说过 台湾我真的找不到 但是像陆虎 这样子类似的公司 三兜黄金 最近创破了新高 其实这个逻辑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 有避险需求的黄金跟白银 有一些整个黑色系的商品 开始也走强 我们来看 其实这里的话 就是在今年的话 我们看到 从去年底到今年的2月份 曾经出现一波暴涨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一波暴涨 钢筋 对 这是锣红钢的部分 这里的话是铁矿石的部分 也出现一波暴涨 在焦炭 焦炭就是煤的 提炼煤之后 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这边也是因为暴涨 为什么会暴涨 那个时候 今年2月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事情 叫做供给车的改革 他们刚才讲说 我们现在需求端 没办法拉动经济 我们要走供给端 供给端的话 去残能 去库存 然后去掉一些 多余的杠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看到飙涨 最近的话 我们看到几个因素 飙涨之后 其实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人就是看了涨了 大家就喜欢再投入再生产 所以现在的话 掉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最近把镜头拉近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里 有点慢慢底部出来的 一个异味战 最近的话 其实开始 黑色钢铁都出现 黑色产品都出现 一个底部的异味战 这里的话 其实这个路股 跟台湾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前一波 在路股的部分 在这里的话 就叫眼周煤液 前一波算是煤的部分 涨势最惊人 最近从8.6 涨到11块多 煤没有过高 可是这个煤液股快要过高 是 因为这种原物料股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觉得 可能会抢不到的时候 三张椅子四个人抢 大家觉得有一个人 会抢不到的时候 股价就会开始 预期心理就会先走 反过来就是有一堆椅子 大家都不会去抢 所以这边的话 台湾的话我们看到 像这边 中钢 其实前一波我们看到 真的前一波 问市场同业 没有人想到说中钢会 涨得跟小型标股一样 一路涨一路涨 现在的话其实整个钢铁端 我们看到中钢其实 一笔一笔电钢 我觉得说如果整个钢铁端 有这样需求的话 可以做个观察 其实我们讲台湾投资 台北股市的原物料股 你会有时间差 其实我们这时间差很重要 你可以赚到这个时间差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你反应没那么快 就跟以前100年前 上海的夏天交 跟伦敦夏天交 谁有电报线 谁就可以赚大钱 为什么 因为今天伦敦交的行情 我电报线比较粗比较快 我先知道 上海交 为什么蒋介石会跑去搞革命 就是上海交被断头 因为他没有电报线 你知道吗 他笨了一点点 说他就被断头 赢的人就留在上海 输的人就跑去找孙中山一起革命 所以这个时间差 其实很棒很棒 我们在今天上面追踪 中钢有时间差 大陆开始起涨了 你赶快买中钢 因为自然而然 这行情会一涌而上 对 除了中钢之外 其实刚刚世光有提到 BBC的部分 其实最近的话我们看到 BBC也是短线上在这边急涨 就是粉红色的区块 其实在入谷的部分 我们看到像这个新疆天叶 最近算是创下一年多来的糕点 但是其实我们看我们的华夏 其实国内BBC 大家很熟悉的部分 短线上还在这边足底 所以说像这一段个股 就可以做观察 另外像白糖 白糖最近也是真的是起涨 白糖的部分 最主要是受到印度跟泰国 因为旱灾减产 然后再加上走私 因为之前有很多 就是因为中国糖价格 就是从其他地方东南亚 把糖走私进去大陆 但现在的话 他们本身自己就不够了 所以走私情况也改善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其实报价就往上走 像这边南宁糖业 最近就是从11块多 涨到26块多 一倍多 其实我想先前大开有提到过的 像这个食品股 开荣的部分 这跟糖有关的股要 涨一波之后最近有拉回 我觉得拉回的过程 其实还可以做观察 最后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观察 两岸的原物料报价的时候 有一个部分要提醒大家 去年到现在最红的叫做 碳酸底电池 因为全部都新能源车 都要锂电池 它就从5万多每顿 一直涨一直涨 现在到16 7万附近 可是我们最近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开始有点涨不动了 不知道是累了还是什么情况 没电 大家都忙着 大家都忙着做 所以其实看到有一些 涨不太动的现象发生 我们认为这整个新能源车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转变 或是说有别的新的替代能源出来 我们要做观察 好 大概我们观察怎么投资 因为其实刚刚坦克有提到 因为坦克在市场也很久 最近在特别留意 整个大中华市场 因为这个时间差 我们已经听官媒讲 有很多差 一个是消息发生的了解 叫资讯差 这个资讯差就难了 官媒有的资讯差 因为你不懂没有这个专门知识 像台积电7奈米 跟三星7奈米的资差 没有 就算给你张忠谋桌上的报告 你看不懂就是看不懂 这叫资讯差 那另外一种叫时间差 就是个订单电话打来了 不好意思被你窃听了 这叫时间差 所以我们对于原物料行情 特别主要是时间差 我们怎么解读 第二 大陆商品企业 这两天再度的暴涨 台湾投资人要怎么去投资 或追价 您观察 好 这个原物料的行情 基本上我们从今年的三四月份开始 就一路跟观众有报告 其实我觉得大方向是没变 我们上次提到包括库存周期 库存周期 然后这个盛因现象 然后限制负利率底下的实物投资 以及全球央行在追求通膨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原物料行情 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受到青睐的 那我们拿今天台北股市 食品指数跟电子类股的指数来看一下 食品指数在今年六月份时候 创下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对 但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电子股 电子指数呢 你看今天这个位阶 它连三月份的这个高点都还没有过 对 所以说你投资这个原物料来讲 基本上就像我们刚才讲 你大方向对了 你的这个方法对了 你选股就变得比较简单 事实上你从那股指数 我看来就是投资食品股 大概今年的报酬 大概超过两成 对 没有错 但电子股大概一成就很勉强了 对 你投资电子股 你可能要想说这个iPhone7 到底这个规格怎么样 iPhone8间谍到又跑出来 到底这个规格会怎么样的变化 变成你这个 这个掌握度会比较低 对 沙拉油永远是沙拉油 对 那你看这个 我们上次讲过像浦峰 浦峰是今年三月份跟四月份讲的 对 那你看这一波来讲 因为英国脱额关系 所以都呈现大跌对不对 你看大跌的时候是 这个上个礼拜五 对 浦峰其实在这个昨天 就已经过这个起跌点 就是这个英国脱欧起跌点 这样回来 等于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像今天这个台向也大涨 对 台向今天大涨也过了 过了上个礼拜五 这个英国脱欧的 这一个起跌点 对 所以说你说原物量行情 基本上他们就是这个轮流 是 轮动的一个情况 非常明显 反观你看这个电子股部分 我们举例像今天可乘 可乘今天算做一个反弹 对 但是距离这个 上个礼拜五的起跌点 基本上还蛮远的距离 那你看大立光 今天大涨 对 今天一样大涨 这个涨了将近4% 距离这个起跌点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远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 你如果原物量行情 基本上你掌握到的话 确实会比电子股 获利来得更容易 那你刚刚提到 很多的报价都涨 其实像最近包括像印度的 这个棉花价格也大涨 对 短短大概两个月 这个印度的棉花 涨了将近三成左右 这不是纽约棉花 也不是郑州棉花 这是印度棉花 其实官媒来关注 原物量行情的话 你发现这一次 纽约棉花跟郑州棉花 都是被印度棉花 给带起来的 是差很大 对 没有错 印度棉花过去来讲 他们是做这个 低品质的棉花比较多 但是最近对高品质的棉花 需求比较大 因为干旱的影响 对 刚才对 包括这个印度来讲 因为印度是全球 最大的棉花生产国 对 他们今年的这个 耕种面积是少了7%左右 对 但是需求部分 包括像巴基斯坦 还包括孟加拉跟埃及 他们过去从这个印度 这个进口非常多的棉花 那今年来讲 这个年增率 有了三成 有了四成等等 所以说需求其实是增加的 对 所以原物量行情 就像一磅接着一磅 对 另外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台象为什么大涨 台象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印度 最近有一个消息 他要从这个泰国 进口30万吨的天然橡胶 那这个印度呢 他每年的这个需求量 其实是大约是100万吨 但是他们国内生产 大约只有50万吨 是 然后另外我们看一下 橡胶在印度的产量 今年是降了13% 是 那另外在泰国的部分呢 泰国是橡胶生产大国 对 他们今年1到4月呢 因为天气的关系 就是干旱的影响 对 所以橡胶的产量 今年年减超过五成左右 是 所以说橡胶为什么大涨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PP聚品系的部分 塑胶 PVC 聚品系都在大涨 对 PP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是同一个时间内 那时候底部突破平台 第一个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对 讲完之后呢 今天还持续做一个喷出 是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 原物量行情 我觉得有一些个股 大家就可以特别留意 是 刚提到包括像是 橡胶 橡胶的这个需求增加 所以台向开始涨 对 那PP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包括 台湾包括像是这个 台塑跟融化 是 台塑的话 大概两成的营收比重 来自于PP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它今年第一季赚了多少钱 赚了0.9块 对 去年同期赚了0.57 所以你可以发现 其实呢 这个台塑也受到 这个PP报价的这个影响 这个获利开始出来 那另外一档是 1704的融化 融化就比较特别 融化呢 它的营收部分呢 这个40%左右 是来自热可性橡胶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橡胶的 这个热可性塑胶的上油原料 就是橡胶 橡胶已经涨了 所以对这个融化来讲 是有帮助 那另外 PP的部分呢 它营收也将近三成 那这两个都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融化的这个 挹注会更大 那我们看一下融化去年低级 只赚0.38元 今年低级呢 马上跳到0.99元 将近一块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报价 持续上涨情况 像融化来讲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特别留意 好 台北股实际很多投资机会 我们看到了水泥台泥 包括食品的大臣朴风 我们看到橡胶股的台象 我们看波涛股的台波 包括刚刚大可以讲的化工股的融化 甚至钢铁股的中钢 官媒过去我们都看电子股 可是事实上这一波传产股 涨势非常凶 你去买电子股的报酬 可能还比不过传产股报酬 尤其是前阵子上个月 食品股从出涨 出生段 出生段 开始进行喷出之后 到底这一波涉化原物料 会不会受到从礼拜一开始 大陆原物料期货 再度起涨 而会有带动效果呢 我们今天往回来观察 这一波大陆上期货的 一个喷出大涨 背后的含义跟出发的引爆点 是什么事件 我们就往回来看一下 大陆最大的两家钢厂 宝钢跟武钢的合并 为什么会引爆整个原物料市场 忽然火爆起来 这样我马上告诉你 棉花会大展很特别 因为最近大陆在释出战备除棉 黄豆粉跟蔡博的暴涨 最近也带动了美国的商品期货 另外最特别是 为什么是化工股大涨 因为包括了巨饼锡甲醇 同步是在今天拉出涨停 另外包括塑胶PVC 也是在今天出现大涨 而且创价波段新高 其实这个引爆也是来于礼拜一 跟化工跟食品没关系 就是武钢跟宝钢战略重组 观众大家可能对宝钢武钢 有一点点知道 可能带一点陌生 这是大陆最大的两家钢厂 从世界排名做官场 宝钢集团是世界第五 武钢集团是世界第十一 这两家一旦合并之后 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的钢铁集团 万民哥我们知道 因为钢铁业是一个资本密集的产业 而且因为钢铁的产品非常笨重 所以不太适合远程的运输 加上其实大陆省跟省的GDP竞争 很激烈 盖钢铁涨是拉动投资 创造GDP最好的一个产业 所以过去你要把钢铁业整合 这要了命了 第一个这个在地那以后一下 武钢跟宝钢合并之后 那以后武钢的GDP 是算你河北还算我上海的呢 那就打翻天了 那像之前武钢并了什么柳钢 那宝钢又并了什么东北的钢铁厂 那到底GDP算谁的呢 打翻天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合并案 指出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大陆的供给侧改革 好像是要完真的 因为能够把宝钢武钢做合并 基本上代表去产能优化结构是真的 因为这个消息 后大家发现 这个供给社匠一旦改革成功 从宝钢武钢这个实力做观察 你会怎么做解读 这个大陆的钢铁业 其实大到有点不太正常 其实有点像罗马帝国 这个我是认为它永远 大概一去不回 你看这个8亿2000多万公噸 是第二名日本钢铁 1万1000公噸的将近8倍 这就不太正常 这不正常就像刚刚世光讲 有很多地方政府对不对 为了GDP对不对 这个拉动对不对 然后盲目的鼓励钢铁业投资 像武钢就属于湖北的 然后像宝钢是属于央器的 这一次这个给大家一个示范 就是说你由地方政府 不能够再调用地方资源 无限制的去发展钢铁业 大陆钢铁业这么大 规模那么大对不对 但是它最大的钢铁 宝钢也不够排全世界第五 再加上你看钢铁业的发展形势 都有集中化的趋势 是 看看这个 这个叫做米塔 就是阿塞洛米塔 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厂 它这个大概有一亿多 一家工厂大概就是一亿公顿 将近大概八九千 大概九千到一亿公顿 全世界最大 那这个老板是个英国的 这个印度的印度人 叫做拉克西米米塔尔 米塔尔就是一个家族 他们家族在1957年 就盖一个印度的小钢铁厂 但是2004年以后 他快速的发快速的这个 透过国际并购 买了这个美国的联合钢铁厂 买了这个欧洲最大的这个 这个阿塞洛钢铁厂 那一下就变成全世界地大 甚至有一度让日本很紧张 因为他可能要买日本第二大 全世界第二大的钢铁厂叫做新日铁 新日铁买下来的话又加了六千多万吨 那不得了了你知道吗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集中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米塔尔这种做法 基本上还没有在国际上 引起太多的侧目 因为人家这个分布在14个国家 美国 欧洲 比如说阿塞洛是卢森堡 法国跟西班牙三家钢铁厂 合并在一起的 就利益均毡 像大陆这种 只有只让自己活别人 对 根本连口饭吃的机会都没有 你再看看日本的钢铁是这样 像日本的现在最大的是新日铁 新日铁的前程是1897年 明日微星的时候 日本政府设的九州八番钢铁厂 后来经过1934年 跟三菱自铁 关西自铁合并 然后1950年又跟富士自铁合并 然后1970年代的时候 又跟所谓新日铁合并 变成新日铁钢铁厂 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 它又继续跟柱友金属合并 最近又有个消息 就是它可能会跟日本的日新钢 就是日本最大的不锈钢厂做合并 只有这样子 但是新日铁你别看它 它虽然只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钢铁厂 但是它的竞争力 评比是全世界第一 因为技术最好 大陆的钢铁就是让人家觉得 大而无当 大而不强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种地方的整合 供给车的改革 一方面去产能 一方面提升它的竞争力 这是它一定会走的路 任老师我们观察 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特别 从一个角度所掌握 就是宝钢跟武钢的合并 它破除了地方的利益本位主义 更重要为什么会刺激到 从昨天开始的涌物调暴涨行情 因为供给车改革是完真的 官方你知道武钢 现在的董事长是宝钢派去的 使得这一次很好谈 那武钢原来的董事长去哪边了呢 观众朋友应该不在人间 你都懂意思了吗 因为武钢的董事长跟董事会 已经被双规给抓走了 你们去抗拒这些事情很简单 宝钢跟武钢的合并 这个可能是发改委进行的事情 假如你们抗计 就是中纪委的事情 你懂意思了吗 不是合并就是砍头 所以大家开始说完真的 这件合并动作引爆了市场行情 因为大陆很会解读政治 发行供给车改革完真的 所以宝钢武钢 对我们台湾人非常遥远 可是这个事情带来的一个 供给车改革的指标性 你会怎么做解读 对 你有一次说过 就是说全世界只有大陆 能够落实供给车改革 而且完全是针对于 自己国内内部的合并 然后集中它的产能 然后创造比较好的产制 这个宝钢跟武钢的事情 就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它自己的内部的话 它有它的国营一半 让你去按照民营的方式来经营 然后国营的那一半 是从来不退掉的 而且它有主导权 主导权的话 就是说当你的产能 你的产量很大 被别人弄的反托拉斯法的 提了500%的税以后 那你就开始自己要注意了 你怎么样削减产能 你要提高你的品质 这种事情只有在大陆做得到 所以说它本身具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就是说你本身的话 你要拼经济 你要拿出来 你不是很民主的手段 在大陆上就充分的运用这一点 否则的话 你在短期内 在一个经济改革的过程中 有建树 能够增长GDP的这些公司 基本上就是分封各地的 封疆大利诸侯一样 现在的话 你维持了原有的 这个供给者改革的力量 让它能够聚集在一起 能够发挥效率 这个指标性多更强 因为供给者改革 总要找一些大老虎 或大集团的整病来动手 今天其实台湾报纸有登这个问题 宝钢 武钢的合并 因为在广西防城港 有一个非常大钢厂项目 直接就KO掉台塑在越南的核进场 就是核内场 这个基本上就直接KO 为什么越地理位太接近 然后大陆的速度又快 然后现在台塑在越南 又受到了环平的压力 那讲来那一点 就是河南要所会 那很麻烦 所以台塑现在越南钢厂 盖好之后不能运转 可是现在两大钢厂 在越南隔壁新钢厂 已经盖好 而且已经通产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供给者改革的关键 就是有没有大案子 而这个大案子发生了 甚至官媒有上礼拜 还有一个大消息 跟台湾也陌生了 就是上海汽车集团的重组方案 竟然被股东会给推翻 国民有这个匪夷所思 国家在背后支持民间股东 把经营层给翻了 就是上海汽车的重组方案 要推迟 结果民间股东都举手反对 于股价大跌 那国资委在背后 支持民间股东 这个是个股权力发展 把经理人给拔了 所以从上礼拜的周末 上海上汽的一个改革案 到武冠跟宝冠 这两案子其实对台湾都很陌生 可是供给改革 开始真的开始了 对 我觉得大陆跟台湾彼此之间 目前有一个差别 2016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将来十年后我们回头看 今年一定是大陆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元年 那我们现在的话 这是地方社会主义的元年 非常明显 因为最近的话 如果你有观察到 我们最近开始流行一些 这种罢工的过程当中 大家所有的工会都失随之位 就感觉到非常过瘾 只要有所要求马上就同意 可是大陆现在刚好相反 他做的这个事情 完全是能够利用到民营的事业 就要利用民营的力量 如果要利用这个公家力量的话 就进行供给车改革 那这个的话确实是 当大家都在拼政治的时候 大陆是唯一在拼经济的地方 全世界都在搞公投民粹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在疯狂的发展经济 对啊 当然你可以看得清楚 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而且这个目标非常明显 对 就是让大家感觉到 大家都有钱赚 而且